甚闻诚的阿罗汉 独绝诚的阿罗汉 以及什么 究竟佛陀的国位吗 个别个别的话 它具有这样子 个别是什么 我们可以简单来讲说什么 有四个特征 每一个菠萝蜜多 或者每一个六度当中的 每一个这个度呢 它什么呢 它符合这四个条件 或者四个特征意义 来讲什么 它有使 应该说我们来讲的话 我会说什么 它的对峙品 它要锁对峙品 要压制 第二个什么呢 它有一个辅助的 助办的特征 它有作用的特征 以及它的果报的特征 那每一个每一个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有它所要对峙的 就是可能说什么 衰退 例如说什么 布施就是对峙 吝啬 识戒就是对什么 邪命 那忍辱就是对于什么 就是称恨 精进就是对于懒惰 禅定就是对于什么 就是对于昏沉 或者调局 而智慧就是对于无名 他是不是各别各别对峙 一一 后面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有它特别要对峙的 这是在六度当中 各别各别各别不一样 以其他的三者 就是说什么 以助办 以作用 以果报的话呢 这后面的五度 也是跟前面的这个布施度 是一模一样的 和这边特别来讲的 我们在讲说什么 这边的助办的定义来讲的话 不是在指说 若有六度 则一定要有空性的智慧 我们举说什么 例如说什么 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 纵使没有空政见 或者以现在来讲 我们是以中观秩序派的说法来讲的话 以发起菩提心来讲的话呢 跟 有没有空性的智慧 没有任何的相关联 它可以持着是 维斯派的见解 乃至它可以持着是 毗菩萨宗 可能是持着维斯派的见解 而什么 它能不能发起菩提心 当然可以 那这个菩萨 它会不会也要再想修持 不思 忍辱 禅定 持戒 智慧 精进 等等呢 当然也会有 但是什么呢 它为什么说 这边我们会用这个定义来讲 这是以什么 以现观庄严论 所要针对的 这一个人的修持的方法 像什么 我们说现观庄严论的 这个所画机 或者针对所说的对象是什么呢 这一个修行 或者它专门要讲的 它就不是像那种说 先会进入小秤 再进入大圣的 这个修行者 这个人的话呢 这个不是现观庄严论的 所画机了 现观庄严论的 所要讲的所画机是什么 一开始就是直接进入大圣道的 这样的一个修持 害什么呢 在还没有发起菩提心之前 就已经先对空正见有理解的 这种立根的菩萨的行持的方法 这才是什么 这才是现观庄严论的 针对的所画机 不是所有的方法像这样的 可是在这边来讲的话 为什么会说要它的驻扮 那如果有空正见的 有空性的道理的话 是不是布施更有力量 当然有 有空性的智慧来讲的话 它空性就是什么 我这个卸托 我佛陀的果位 实际是可以有方法获得了 所以为了这样子 我去布施 我去持戒 我去忍辱 我去精进 我去修成品 是不是更有力量了 刚刚的人是更有力量了 可是不一定 布施就一定要到这个了 好 那我们看他说什么呢 他说 这边的是不是 他又引用了 金庄言论说什么呢 他说 施衰不顺平 巨无分别致 圆满骗所愿 令众熟三果 所以是 在这一个技术上 就刚刚符合 刚刚的四种特征 是什么 思维我们所要说的 它是什么呢 衰不相顺平 什么 对治了不顺平 对治了 那要所要克制的 那个会使这个 所要对治的可以衰退 不是把它去除掉哦 好 我们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跟大家以前说的 布施也好 持戒也好 忍辱也好 他是没有办法 断除任何的 他的所要对治的 不管是 坚令 邪命 或者说称恨 那都没有办法 依着这个持戒 忍辱 布施 他只能说什么 他压制 他只能对治他 他只能把他压住 可是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除 唯有一个方法是完全去除什么 就一定要依着波尔 所以是不是我们是说从 后面大家从次第也是说 前前者是为了使 后后者升起 后后者比前前者更为殊胜 和前前者是为了要使后后者升起 就是布施是为了要持戒更圆满 持戒是为了忍辱更圆满 等这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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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了什么呢 全部都是为了最后面那个波尔升起 这个智慧升起 才有办法对治以上 真正的把他对治以上的 这个所有的需要去除的 或者只依着这个前面来讲的话 他只能最多什么 就是短暂的压制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除掉 所以他这边你看他不是用断除 也不是用除掉 他只是使他衰退 我顺便跟他讲一些别话来讲 但他特别是说 我们这边比较重要是什么 是因为这边的六度 会跟我们以前讲的别的 像在道次第 跟入不下行论 乃之后面我们讲到中关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这边讲说 为菩萨自修 或者自己要修持的是什么 是六度 说实话来讲的话 一个菩萨他真正的修持 或所需要做什么 就总设在六度了 他一个从出发菩提心 乃至在未成佛之前 所要做的这个修行 或所要做的这个东西来讲 就总设在于六度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 在普教次第广论这边 中大师就说了什么 为为了去菩萨发起菩提心之后 要自修的是什么 是六度 为了去度众 或者帮他什么 是四色 以六度四色的话 是不是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读的时候 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说什么 那如果这样子不是说不失 实戒 忍辱 是为他立的缘故 为什么我们会用说 为自立或者自修 要修六度 为立他要说四色 会不会有这个疑惑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 有跟人家去辩论这个之后 想想的话 只是没有好好思维经书 你看他前面就已经说了 为什么说六度我们维持自修呢 不管我们是 修布施 或修到般若来讲的话 这都是以菩萨 自己心绪要升起的正量来讲 是自修 他是自修 不管他的果报是 为了自立也好 为了立他来讲 可是这个需要升起是什么呢 是在自己心绪升起 是在自己心绪当中 升起的缘故 所以这是菩萨自己要修持的 而这个修持之后 那我用什么方法 才去可以立众生呢 那个时候是 依着我自己的正量 不管是布施 持戒 忍辱等等 那表现的什么呢 我是说什么善于 善心 等等这个从来讲中 适色而去修持 好 那他后面来讲说什么 施衰不顺品 是这个对质的这方呢 可以衰退 那什么 具无分别制 按什么 由空性的智慧所设持着 圆满骗所愿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承办 自他 二者的愿望 以及什么 而他的果报什么 令众俗三果 这不是说一个人三果都圆满 这是说什么 这个所需求的 所需要 为什么我们说 他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菩萨对于身闻 他需要更多的资良 更长的时间是什么 因为一个菩萨所学持的 就不是只是为我自己的 他要满了三秤的 或者所需求的 纵使我自己不是修身闻秤 我自己不是修独绝秤 可是他全部都要了解 为什么 因为他去满他人的愿望 他要 就我们在正空间 他是不是说什么 他要透由无量无边的法门 而去证得 无量无边的去学习 这是什么 因为他现在所要设持 度众的时候 不是只为自立 为自立的话 我用一个方法 我一个用 现在不是 现在是要因财施教 人家可以用到什么样的方便 用什么呢 需要以这个去收他 所以如果他这个时候是 身闻秤 就应该跟他讲身闻的法吗 如果他要以比较相应的是什么 独绝秤 他跟他讲独绝的法 如果他相应是以大秤呢 那当然是以大秤的法 而去选说了 所以后面也就说什么呢 那 诸圣于者 也如其次第 为当类比 诸摔为不相顺品 恶界 摔为损心 摔为 懈怠 摔为散乱 摔为恶会 是什么呢 是不是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其余三者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什么呢 唯一 唯一的差别是什么 是所对质的 对质品的是不一样的 是什么呢 这边来讲的话 就像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说 布施他的对质 或者说他所对质的那个对质品 是什么呢 就是监令 那就像这样子是监令的一样呢 那前面后面的什么呢 后面的所谓的 持戒的不相顺品 他这边把它翻成恶界 我们一般来讲这个不是叫恶界 而是说什么就是那种邪命 邪命 就是 我应该就是来讲说什么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什么我们在 藏文的持戒的意思是什么 是按照鬼则所守持的这种的纪律 为了要可以顺畅去获得 卸托或一切总之的国会 他顺其的应该应该的鬼则 他所谓的他把它翻成恶界 或者我们所谓的邪命什么 就是偏离了这种方法 像我们上次不是说在 持戒当中 所谓的偏离有什么 有五种的嘛 所谓的五种的邪命 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大家解释 我在顺便的在跟大家 我们来讲一遍的话呢 我们所谓的五种邪命的话 是什么 是假历 虚谈 巧求 奸诈 或者说什么呢 或者说用那种巧言吝啬 意思是什么呢 一个我用举例 大家才比较来讲的话 一个是说什么 一个是说什么 我说偷有别的方法来要的 我说你看 人家给的这么多 人家布施的这么多 你要不要也有一点的表现 不一定是用真正的来讲 你看人家多发心那样子 这种方法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因为小小的 比如说我给一个小小的方便 可是我要追求的是那种大大的利益 后面的那个背后的利益 或者我说什么呢 我想办法你交给我 然后我就把它占领了 或者有点像什么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 我来讲说什么 像你看以前的 最近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方法 他有没有看到像 斯兰卡 巴基斯坦 尼泊尔 他现在是碰到很大的危机 是什么 是之前他做很多的建设 他跟中国借了很多钱 那个就是中国是 一直借一直借 你要借多少多少 他就说 那给你十年的时间还 他一直借一直借 一直借 他现在什么呢 他的经济已经还不了了 每一个现在都是 要割地赔偿 可是人家已经早就有这个计划 就是说 我知道我放那个代货 因为那个不是小树木 那是几兆几兆几兆的美金 或者几百兆的美金 像来讲 本来这些 大家以为说他建设是 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看过 我们在印度 在他旁边的尼泊尔 真的他以前是很贫穷 你去看 去到那个加德满都的首都 怎么道路变得好直 那个地也拼得很好 忽然那个机场变得好大 他说什么 都是由 中国这一方来借的时候 我说 你们不知道他根本不是 他只能一直放 一直放 到最后什么呢 那最后你全部赔偿给我 已经就还了这个什么 这我们叫邪命 或者 另外一种邪命是什么 比如说